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左传当中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 奇大飞偶 这是一个成语 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说门不当户不对 双方不般配 这个男的或女的不想高攀 比自己阶级更好 条件更好的一方 所以呢 用这个词叫 奇大飞偶 这个呢 真正的出处呢 就是左传当中的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呢 先说一下背景 当时有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齐国 这是著名的大国强国 还有一个国家叫郑国 郑国这个国家呢 是个小国 但是呢 也不弱 尤其是在郑庄公的时候不弱 这个齐国呢 齐喜公呢 有两个女儿 有个二女儿叫文江 这个文江啊 有人考据过 意思就是说 挺有文采的一个美女 江呢 是齐国的贵族的 以及齐国国君的信使 所以呢 文江呢 就是齐喜公的女儿 叫文江 这个 他想把他女儿呢 许配给当时他们这个时代的最英俊的 最有才华 最有能力的一个人 是谁呢 是郑国的太子 叫呼 全名叫姬呼 他们都是那个姬嘛 姬发的姬 姬昌的姬 跟周文王 周武王一个姓 当然齐国是姓江啦 所以江配上这个姬挺好的一段组合 但是这个呼呢 就拒绝了 就首先呢 就提出来说 齐国是个大的国家 我们正国是个小的国家 然后我们不是很般配 就反正就拒绝了 那个第一次拒绝了 没办法 就割了一阵子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因为这个齐喜公 要带兵去攻打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政权 叫荣 那个地方由 那个时候把所有少数民族的政权都可称之为荣 一个叫什么西荣 犬荣等等等 都是这些少数的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个政权 然后呢 他拉拢了郑国 并且郑国呢 派出了正式郑国的太子呼为大将军统帅的这个军马 结果他们这个联军呢 叫齐政联军呢 凯旋而归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这个呼呢 大出风头 本来都是天下文明的豪杰 帅哥 一个人中之俊杰 通过这一场战争呢 那更加凸显了这个人呢 简直是个英雄 所以呢 齐喜公又有想法 能不能把这个文江呢 再做一做工作 许配给这个呼 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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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派国了派来派了使臣呢 还有晋国的一些大臣呢 包括那个那个郑国 郑国的大臣 还有包括 郑 郑庄公自己 都亲自给这个呼啊 做工作 那肯定 那我们都能猜想到是什么了 齐国那么大的强国 实力那么强 你要是攀上这样一个婚亲 殷亲的话 那对郑国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时候呢 呼呢 毅然决然的 再次拒绝了 这次拒绝呢 是怎么说呢 是说 我这次呢 是急匆匆的率领着郑国的宾士协助你们去攻打荣国 这可是将士们的血 血汗功劳啊 如果我因为战事的这个性命 鲜血和牺牲 然而获得了自己的一个欺世 一个齐国 这样的一个欺世 这对军队不利 这对我们郑国的百姓 也会在后面非议我 我就 意思就是我很难做人了 我的口碑就不好了 因为我是 我出风头是因为是建立在这些 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功劳上 我是建立在他们的功劳之上的 我因为这个功劳 自己独贪这个功劳 获得了这个齐国 把自己的这个公主啊 许配给我 这个 难以向郑国人民交代 就这么 就第二次 又拒绝了 这两次拒绝呢 这个书上呢 左传上写的比较简单 但是呢 到了东周列国志的时候呢 就给渲染了 就给演绎了很丰富 有血有肉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呢 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忽呢 两次拒绝了齐国的这门亲事 所以呢 这就有了一个这个佳话 叫齐大非偶 就是说 我不想高攀你齐国 我不想攀附你这个齐国这样的强国 但是呢 这个话虽这么说呢 这背后呢 是有隐情的 这背后的隐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江啊 这个人呢 也是春秋时期 大有来头的一个美女 关于文江呢 我们可以再做一讲 好 这期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呢 我们再从文江讲起 顺便引申出齐景功 好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 radio